說到現在 看到新政府上任 已經過了百日了 可是我們說到那司法的改革 到現在不是牛不化 是完全停在那邊 跟那蝸牛一樣 連動都沒有動 現在你看到 許許多多的一些 罪大惡行的人 怎麼樣講 到了最後都是無期徒刑 沒多久都可以出獄 類似的案例在台灣 真的多得不勝枚舉 比如說這個案子 這個人叫邱清燕 他1993年的時候 跟他老婆陳經理離婚了 離婚了之後 兩個人還是同居在一起 因為他們有三個小孩子 然後就照顧這三個小孩子 然後他們共同經營 加五金加工廠 然後經營加工廠 你就算了吧 結果後來過了幾年之後 他認識這個叫賴慧池的 這個賴慧池跟前夫 有兩個小孩子 然後結果兩個人 就情投意合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就結婚了 因為他跟他之前前期的離婚 所以這也沒有重婚罪 也沒有什麼 只是說這個邱清燕就想說 我已經有新的老婆 我就不要你了 他就去把五金工廠裡頭 一堆東西全部搬走 自己去另外開工廠 就是不要跟他前妻在一起 那曾經你當然不高興 因為你知道我們要怎麼經營生活 我還有三個小孩子要養 對啊 所以兩個人就開始吵架 這一吵就吵了快一年 那吵... 你知道人吵久了大概都會煩 這個賴慧池大概也受不了 你知道他居然跟他建議 邱清燕講什麼你知道嗎 說什麼 他說這個女人實在是很煩 但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趕快把他幹掉一了白了 是非常狠心的一個女人 怎麼這麼恐怖 然後結果你知道這兩個人 一不做二不休 就找他們當時他們自己 五金工廠裡頭 兩個未成年的員工 他們居然就叫這兩個 未成年工來一起跟他們共謀 然後那兩個小孩子 他剛才也傻傻 被他們灌了幾個米湯 就聽下去 就真的跟他們一起 然後就去把這個陳經理約出來 約出來假裝要談判 然後先為他喝 那個裡頭摻了鎮靜劑的那種酒 所以他就昏了 他一下喝下去昏了 昏了之後你知道這個邱清燕 直接想說 你們兩個就拿毛巾把他勒死就好了 結果這樣勒到一半的時候 那是煞人罪 是 結果這個陳經理掙扎你知道 就突然間驚醒掙扎 結果這兩個未成年人嚇到 不敢直接往我們跟他走 你知道這個邱清燕 一不做二不休 跟這個賴慧茨兩個人 就要拿木棍 現在狠狠的 在那個陳經理身上亂打 打到他那邊一直慘叫 慘叫之後還潑汽油在他身上 直接點火燒他 他還拿那個強姦水潑在他臉上 要毀屍滅 這樣大家認不出來 結果果然兩個月之後 雖然陳經理的遺體被發現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因為查不出身分出來 就一直變無名思白的那邊 可是你知道邱清燕的長女 就一直覺得很奇怪 媽媽怎麼8月2號 2001年8月2號跟你出去 就失蹤了2002年 8月2號跟你出去就失蹤 他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一直問他 他們都好像知道 好像不知道不願意講 結果有一次跟賴慧茨講一講 想要吵起來的時候 所以賴慧茨直接跟他講 你要知道陳經理在哪裡 問你爸爸去 結果他就去找一個人 這個人是他爸爸以前的老鄉事 是二分隊的一個張文通 小隊長 警察 二分局的一個張文通小隊長 然後他就先安排一個縣民 要進去他那個地方 結果你知道嗎 他一定要進去的時候 那個縣民就 就說我害怕 我不想那個地方怪怪的 我不敢進去 縣民為什麼會害怕 這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也就是說縣民的體質 可能比較敏感 是 我跟你講 他感覺到那邊的市場怪怪的 甚至 我跟你講 張文通甚至還找了一個 通靈的人士 帶他一起去那個工廠那邊 結果一去 你知道 就感覺不對勁 他就看到那個陳經理 好像要跟他說什麼東西 就好像附贈他這樣 然後他說這個陳經理的魂 就一直在那個工廠裡面 一直跟著那個邱青燕走 然後結果他問他 要問他什麼的時候 那個陳經理又不講 然後就消失掉 他就整個一覺得怪 後來又查到有一個人 是邱青燕的債主 邱青燕欠他二三十萬 也叫這個人去跟他討 結果你知道更怪的事發生了 什麼事 這個債主居然說我不敢去 那個工廠我不敢進去 後來又去你知道查到他 到那個偷竊台店的店 結果要被罰七十萬 然後就去通知他 結果要他到案 然後結果你知道 這個陳經理跟他嗆聲 我老婆不是我殺案 你不用來找我 這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好像他早就知道張文通 一直在盯著他 你知道當年這個事情 因為懸案拖了很久 拖了超過七一年 結果當時還有一個電視節目 特別去找了張廷真 也是以前常上我們節目的 激功律師 激功律師 叫他去拖杯 拖杯一問就是說 你是不是被你老公殺了 一問都心拖 那張文通雖然也被他託夢過 可是也沒辦法 就一直拖... 拖到什麼時候你知道 拖到他有一次 為了台電欠費這七十萬的事情 賴慧慈的兩個子女 跟邱青燕的三個子女 吵起來 吵起來之後 他們才透露細節 你媽媽就是被我爸爸 沒有 被你爸爸 跟我媽媽幹掉了 到最後你知道怎麼樣 到最後法官一樣認為 他們有教化的可能 這樣子還可以叫有教化 我跟你講一樣判無期徒刑而已 所以你說台灣的司法 還有救嗎 我們看到這樣的 刑事案件的發生 你看到這樣的判決結果 你覺得台灣現在 究竟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的急刑不就是那死刑嗎 可是急刑到了後來 好像只是擺在那邊不用了 但是有些時候 司法的這樣正義 司法的正義好像蕩然無存 可是你就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有些刑事案件 可是越犯案的方式 越來越兇殘 剛才講到那個張賀玲 他有化工背景對不對 用乙迷把他的老婆小孩悶死 對 法官竟然認為說 用乙迷殺人 沒有用刀殺 槍殺那麼兇殘 可是都是殺人 只是用的工具不同 法官怎麼可以這樣的認為 所以跟你講 這個案子也是 1998年在清華大學 又發生一個龍獅案 對 那個嫌犯跟那個死者 他們兩個是清華大學 輻射生物研究所的同學 兩個人情同手足 對 兩個好朋友 竟然同時迷上了 他的博士班的學長 曾煥太 其實這個曾煥太說實在話 他因為家裡是板橋的望族 而且家裡真的有錢 而且他又真的是長得又很帥 對不對 所以就到處留情你知道嗎 除了這兩個女孩子 他其實跟其他女孩子 也有交往 所以他們不知道 尤其是他這個許家珍 跟這個洪小慧兩個 竟然傻傻的 為了這個男的 竟然談判你知道嗎 好朋友反目 有一天洪小慧 就約那個許家珍 就到他們裡面那個實驗大樓 那個講台那邊 我說出來談判 一見面的時候就跟他講說 這個鄭煥太是我的 你應該要跟他分手 你不能跟他交往 那個許家珍講說 要憑什麼 這個男生是你的 對不對 大家公平競爭對不對 洪小慧一聽就很不爽 扒了他一巴掌之後 兩個是好朋友 對 竟然為了這個男生 而這樣翻臉 對 就扒了他一巴掌之後 還把他抓起來 因為那個洪小慧比較身高 比較高 大一點 對 就把他抓住之後 在地上這樣敲 敲到最後 竟然把他敲到頭破血流 他頭就暈了 那他為了要藏起來就 把他拖到冷氣旁邊藏起來 他就覺得不行 他等一下如果醒來的時候 他會不會報復 去報警或幹什麼 他竟然跑回去他的實驗室裡面 拿了一瓶割羅芳 那割羅芳是什麼 以前早期 我們台灣在槍斃犯人的時候 他不是幫你打麻醉針 你說聞那個藥 對 直接拿那個割羅芳這樣 給你聞 聞昏倒之後就執行槍決 現在很多實驗室也是 拿那個棉花沾那個割羅芳 丟到那個燒杯裡面 把那個青蛙 要解割青蛙的時候 就把青蛙丟在裡面 把青蛙這樣悶 就暈倒 所以他是當過麻醉劑用 可是因為割羅芳真的很臭 可是你知道 他拿了一瓶割羅芳之後 就往那個 許家珍的那個身上 就臉上 就潑灑在他臉上這樣 潑了之後他也不理他 就想說把他迷婚了之後 看要怎麼辦再說 他跑去上課 過了十幾個小時之後 他回來看的時候 你知道嗎 許家珍竟然斷氣 因為被他迷婚了之後 溫倒之後 整個又造成鼻塞之後 呼吸困難就死掉 死掉怎麼辦 這個時候他的花工背景 又出現 跑去實驗室裡面 調網水 竟然來潑灑 許家珍的屍體 他希望把他當作化骨水用 他希望把他屍體 整個都溶死掉 可是人那麼 太殘忍了吧 對 你知道嗎 後來警方接獲報案之後 發現這邊怎麼死了一個人 對不對 而且他這樣覺得說 這個死者應該很問題 死在這個實驗大樓 剛好那時候的警方就 這個許家珍失蹤了好幾天 地緣關係 會不會是他 找了他的爸爸媽媽來認屍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許家珍的父母 一到現場 一看到那個場景之後 竟然兩個人在那邊 一直哭威脅說不可能 這絕對不是我女兒 怎麼可能變這樣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看到的那一具屍體的話 你知道這個臉部 尤其這個下巴跟這個脖子 竟然整個肉肉都黏在一起 這胸前跟臉全部 這一塊都是黑的 而且都整個都變形了 所以當時你是記者 你有到那現場去看到 對 我們那時候去採訪去的時候 他爸爸媽媽看了之後出來 就一直在那邊痛哭 我女兒怎麼可能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那個樣子 真的太恐怖了 對不對 警方那時候覺得說 沒想到腐蝕性強到這種程度 對 可是警方那時候其實差不多 也可以確定就是許家珍 他就想說 你說不是女兒 就跟他爸爸講說不是女兒 那我們打個呼叫器好了 結果一電話一撥之後 竟然那個尸首下面一個呼叫器 嗶… 那就確定就是他了 對 那我那時候他父母根本 怎麼可能說自己的女兒 變成這個樣子 那時候警方就怎樣你知道 在許家珍的身上 那個毛衣身上 竟然找到一截指甲 而且那個指甲 找到指甲了 唯物極正 對 有打鬥 就找指甲來用那個膜 矽膠唾膜之後 讓那個洪小慧去比對之後 發現竟然就是他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嗎 洪小慧在案發之後 還倒刷了那個 許家珍的信用卡 對 所以基於這個理由 他們就突破信訪 對 突破那個信訪 後來洪小慧就承認說 對 就是因為他 而且他就是為了這個男朋友 這個曾萬泰 跟他談判不成之後 才把他措手殺掉 結果他還運用他自己的 所學的背景 來做了這樣犯罪的事件 而且這個案子 竟然最後洪小慧沒有被判死刑 尤其是無期徒刑 去年他假釋出獄 也在外面工作 可是我告訴你 這個案子到最後 其實他們都付出代價 曾萬泰 雖然他後來拿到博士學位 也在電腦公司上班之後 可是到他現在 他還沒有結婚 而且洪小慧他也說 他這輩子 不會再談愛情這一段孽緣 到現在他們還在付出代價 在外面工作